大校姑婆杨千华出席新车发布会 含有以纯白低松露肩长裙现身的她 更在一众宾客面前大唱英文老歌 展现优雅高贵的一面 被问到喜不喜欢开车 杨千华笑说自己是个飞女 但是飞女开车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 就是车子会很惨 现在可能有一点生疏 但是不代表我完全不行 很可惜就是有些时候我就有一些萌点 我看不到那种满点的位置 然后我都差不多超过三次在自己的停车床里面 就是把那个车挂花 所以弄坏 所以丁先生已经不给我开了 其实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别人的安全 小编完全支持丁子高的决定 不过杨千华也许天生就跟车没什么缘分 除了开车不行之外 就连爱车也都不在行 他自曝在跟丁子高交往时 很喜欢一起去洗车增进感情 但无论怎么看 都让人觉得杨千华注定是车的克星 那我这一边用我的海绵去打小圈 还有是划一些图案出来 很Q的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我还是有寻回一些少女心 突然他骂死我 给他骂死 原来他发现车所有我画圈画过的东西都花了 挂花了 为什么 我拿错了海绵 那个海绵有一边是有一种杠丝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糟糕了我就把那个他的车 一边是花的 因为一边是我在打圈 一边是他自己在弄 那天就我以为是很浪漫的事情 变成一种就是骂死了 所以我觉得都是挺传奇的一个 一双情侣来的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